這個地方被聯合國教科文寫資把它列為世界的遺產 因為它是由三億兩千五百萬年前 河流的衝擊擊成很大的土堆 然後地河變動以後 再經由海水的沖刷形成現在的斷崖 嚴嚴的那個地瓜離這裡也有將近三公里遠 整個斷崖綿延有八公里的長度 所以在這個斷崖就有很多的候鳥基礎在這裡 因為當這些候鳥基礎在岩壁 或是像這個高有八九十公尺的海石岩壁 他們就不會受到外來動物的傷害 他們就可以在這些岩洞或是岩壁 環植他們的下一代 所以在這麼漂亮的地瓜 有很多外國的旅客就會來這裡 這些峭壁最高的離大西洋和海平面 有兩百一十四公尺 我站在這個地方 是這個洞台的另外一邊 在這邊也可以去看到 今天不是假日 但是遊客也落意不竭 這是我們的師兄 楚忠隆師兄 他帶老師來這邊參觀這個愛爾蘭的狀態 在這邊也可以看到另外一邊的洞蘭 看到這些非常美的洞蘭跟海水 你看 在這個地瓜 也很多地草茹茵的這些草園 就形成很棒很棒的牧場 因為這個地瓜經常下雨 所以就變成一個很豐碩的牧場 因為這些草就可以長得很棒 我們在這邊就可以靠這邊的礦台 來看更清楚 非常美 這邊 是看斷崖更清楚的地方 你看看 天氣雖然不好 但是這些小草小花 它依然綁放得 遠遠得 你一樣可以看到 有許多的海鸟 在這邊熬下 他們生活在這種環境裡面 當然是依然自得 非常自在齁 這就是 貿害的斷崖 好